隔着房门送餐 避免接触 这样的场景 随着轻症或无症状患者 实时居家照护 将越来越常见 轻症或无症状确诊者 人数攀升 为维持医疗量能 指挥中心宣布 各县市一周内 启动轻症居家照护 有七个县市已经开办 其余县市也将陆续实施 已经跟我们要委托的医院 来进行沟通 相关局处 还有区公所也进行说明会 轻症居家照护 以65岁以下轻症 或无症状确诊者为对象 但洗身患者及孕妇除外 确诊者如需离开房间 需要全程佩戴口罩 同住未确诊者不超过四人 感染科医师提醒 轻症居家照护 除了预防家人间传染之外 重点更应放在健康监测 避免延误病情 轻症转重症这个连接 一定要在我们的吉他隔壁的时候 能够做得到 这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们洗量监测 如果到达了指挥中心 它规定的素质以后 我们就给它转到这个医疗院所去 开始觉得有喘 咳嗽变严重 或是说发烧持续的一个不退 只要有不舒服 都会建议立即转接到医院来 去做评估 以台中市为例 计划将29个行政区 由15家医院认养 居家照护如果有症状 直接后送医院治疗 医疗团队去做试讯的一个看诊 如果民众只要有不舒服 就会提出可以通 透过试讯 跟医护人员做沟通 医疗人员都会采取相对应的措施 居家照护提供轻症或无症状确诊者 在集中检疫场所之外 一个较为方便舒适的选择 大爱新闻张贵端 郭继宗台中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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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